LAYO聊世紀 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黑森林 勢必是團戰 先來介紹一下 兩邊的這個狀況 那黑森林呢 我們照慣例不解說文明 因為黑森林的開頭呢 是非常忙碌的 沒有太多時間可以去解說文明特性 我們待會有機會再來解說 好 這邊可以看到綠色一開場 就拉兩隻寸過來 知不知數沒有點下 因為這邊如果先點織布的話 會有斷村的可能性 但不點織布的話 又很容易被漏馬給擊殺 但這邊圍牧牆的速度非常快 直接把牆給圍了起來 OK 這兩村圍得很快 好 那紫色這裡是沒有拉村民過來看情況 而是比較穩穩的 去把這個村民維持在數量 然後去開下了伐牧場 好 那來看一下左邊 哇 左邊這裡很難圍喔 印加仁 這邊的要圍的範圍太大了 要不要直接當成阿國來打呢 這個正面要圍死也是相當不容易喔 而且很多礦子的這個礦產都在正前方啊 如果他的礦產在正後方的話可能會好一點 但是正前方的話是有點慘 好 這邊可以看到灰色 灰色的話是孟加仁在外加 這邊外加的想法不確定是有什麼想法 他其實要圍的話 正面也是要圍蠻大的 但也沒有是來挖 也沒有來前面圍牆 好 這邊可以看到對手已經開始在打牧場 看能不能打破衝進去 好 左邊那一家的亞美尼亞人 好 也要來圍家裡了 而且這邊有點織布技術才過來的 那對於內加來說 前期盡量不要去做太多這個圍架的動作 但是如果不圍的話又很麻煩 因為你拉太多村民過來圍架的話 你的經濟就會比較差一些 那差一些的話就會影響到升級城堡時代時間 跟3TC開農不斷存的時間點 所以亞美尼亞人這邊拉兩村過來 是大手筆啊 如果是我的話就想要拉個一村 偷偷慢慢圍就好了 好 這邊想要讓對手 讓自己綠色的肉碼回來 好 再來補下一個牧牆 對手沒有急著衝進來 好 兩邊的圍架差不多是這樣 ACCM這邊是不急不慌的 去補下了牧牆 好 看一下倒車 這一把有什麼特殊動作 倒車這邊是一個正常開農 那應該現在在推路 待會要來找池塘 好 因為黑森林 這個池塘捕魚 非常重要 那看一下來 內架部分 欸 好像沒有池塘欸 哇 這個尷尬囉 黑森魚 黑森林沒有池塘 能叫黑森林嗎 那他就真的是叫做黑森林 完蛋了 那看一下對家 對家這裡有魚池 可以去捕魚嗎 欸 好像也沒有 哇 兩邊的黑森林地圖 居然都沒有池塘 好 這就有點神奇了 沒有池塘的黑森林 能叫黑森林嗎 好 那兩邊都是打一個正常開農路線 沒有太奇怪的進攻方式 黑森林沒有池塘 好 真是蠻奇怪的 好 這邊直接拉了三頭野豬 全部射倒 好 現在打這個 頂尖黑森林團戰的玩家 內家 跟 內家通常要去學會拉三頭豬 去來吃掉 好 這邊應該可以直接拉四頭 那這邊拉四頭豬的順序喔 欸 這不是豬喔 喔 這是狼 那要先射這一隻喔 然後再射這隻 射這隻 好 先射這也可以 這兩隻差不多 左邊那隻已經是最後射的 再用刺猴稍微去卡一下位 就可以把這個野豬帶回來 好 看一下正面 正面這裡有稍微騷動了 好 看一下這邊 細節 兩邊的卡位想要把老鷹卡死 直接往左走 但是棒棒已經過來了 這時候硬家人才補下自己的軍營 這個棒棒壓制 給到了一些壓力 好 順利收掉 好 亞密尼亞人這邊的防守 會比較有壓力一點 不是 亞密尼亞人 好 印加人 好 紅色是印加 印加這邊趕快扛住 結果還是被 孟加拉的棒棒打爆了 好 這邊溜進來 下方的狀況看一下 下方目前也沒什麼太大狀況 好 以索比亞人 唉呦 這邊升級給100囉 100黃金 這裡要趕快速升城堡嗎 還是要下試劍場了 OK 速升城堡路線 好 左邊呢 左邊這裡再繼續打 好 正面補了一個試劍場 要來反擊一下肉馬 好 最後這隻赤猴也擊殺掉了敵方的赤猴單位 這邊想要再圍 但還是被留了出來 哎呀 這有點小尷尬 右邊這裡要再補一個木牆了 這裡再補一個木牆 這邊要不要直接圍死 上木牆 右邊 右邊這個洞 印加有看到嗎 右邊其實是有洞的 好 先這邊補了一個房子 但右邊這個洞 想要讓對方鑽 好 第一隻貢兵即將登場 這邊拉了很多村民去來應對這些棒棒 那這些棒棒的騷擾價值就夠了 讓對方的村民這麼長時間都在防守 還有被擊殺 哇靠 又收掉了一村 這一村收下來非常賺 現在印加人只剩下21村 這裡進來 找到TC 沒有守村 只想用攻擊手去點掉血量 好 正面終於圍死了 但右邊還沒有 右邊這邊要圍的話 可能要到最前方這裡圍起來 會對印加人會好一點 好 正面的亞美尼亞人 已經布下了城堡時代 比索比亞這邊應該也要升級上去了 還有多久 哇 67% 好 看一下道特 道特這邊是條盾人 那條盾人在打世紀帝國團戰裡面 是相當強悍的存在 不管你是要出遊俠或是槍兵 還有這個火炮重頭 都是強力的 那當然也可以選擇條盾騎士 根據情況去做應對的 而且還可以讓大家 擁有抗招響能力 這應該是團隊加成最重要的一點 好 那一家是維京人 維京人打黑森林 就有點顯得沒有那麼的有特色 所以他的經濟加成優勢 會很快就會喪失掉 因為大家可以存擁 這個手推車跟輪軸技術 點的會非常快 所以維京人的經濟優勢 並不會到非常明顯 但還是佔據優勢的一方 存擁方面 但中後期維京人並沒有火炮跟火槍 工程路線會稍微弱了一點 也沒有重型投石車 所以維京人要怎麼打黑森林 其實是有點耐人尋味的 好 那下方這邊看起來是直接圍石 左邊也是直接上大石牆 OK 有上大石牆就沒有問題了 好 這裡補下了3TC 開農 維京人走開農固線 條盾這邊也是3TC 開農 開始撒農田 好 硬家這裡了 硬家外加的情況 對方有圍石嗎 唉呦 那這邊直接上大石牆 工兵這邊想要嘗試圖圍 看起來硬家這邊還是要稍微農一下 雙TC開農 然後可能要先挖石頭 把一根城堡先挖起來 先守租正面陣地會比較好 然後再看一下第三個TC 會安全一點點 不然這邊正面石頭如果全部丟的話 被這個孟家人直接插一根堡 插在這個位置 危機人 硬家人就等於沒有呼吸了 好 這裡有個洞 補一下 好 那兩邊都已經升到了城堡賽 欸 這裡有動作了 法蘭克人這邊打的東西是修道院 配上刺猴 待會要來轉騎士了 這邊要轉衝車 還是投石村呢 投石車一台 兩台投石車 才用投石車慢慢炸過去 好 第二個TC蓋得比較慢一點 好 看一下中國這裡 中國也是3TC開農 好 那孟家人有在挖石頭嗎 看一下這裡有沒有做好細節 欸 孟家人居然沒有蓋城堡啊 但是他直接爆了很多工兵啊 十隻工兵 好 正面打的壓制 打得很兇 現在孟家人的分數已經來到非常高 好 綠色的織布技術已經點好了 這時候才點下 有點抽 外加的織布技術偷到這個時間點 才補 好 那看起來兩邊沒有太大動作 稍微快進一下 這裡先看到 印加的TC 拆下了雙TC 重生到了城堡時代 但是這個TC可能蓋不好 要取消 主金被控住 投石車已經來了 孟家人單TC 前壓 好 後面趕快補一個工程器 知道說TC取消非常果斷 一隻村民都沒有死 好 那這邊村民要不要先出來伐木呢 先出來伐木 還會安全再回去種田 看現在投石車的數量這麼多 要不要先拉一堆到後面開伐木場呢 對 不然這村民太多 待會一下就挖完了 這些木頭 而且村民呢 也沒有辦法 有太多資源 可以去按投石車啊 或者是去修成的東西 那現在他的主金被控 只能透過買賣 去獲得黃金 所以這一點 陰加人現在壓力非常大 他只剩下200塊黃金啊 OK 投石車換掉立台 這個會不會預判喔 這個不能往回走啊 一往回走就出事了 好 那這裡看到投石車還在投 這裡 好 這裡繼續修成的東西 好 右邊的投石車還在進攻當中 道特這邊的想法應該是放生外加自己開農 那這裡可能要稍微微一下喔 不然就是要趕快出兵了 不然這一坨攻兵要是往下走的話 道特跟內加的 雅妹尼亞人 可能稍微受到傷害喔 好 那這邊看到法蘭克人 這裡是開始繼續進攻 按了一台沖車跟投石車 開始前壓 下方繼續用投石車壓進 雅妹尼亞人現在一次 雅妹尼亞人跟 伊索比亞人都受到法蘭克的前期壓制喔 所以沒有辦法專心開農 這邊投石車有機會砸掉這個城鎮中心嗎 看一下右邊 投石車有動作了 誰秀的比較好呢 這邊換掉一台 第二台走掉 再打這個換掉了 這一台有機會嗎 可以 結果這台怎麼沒動 哎呀 差一點點 8D 那法蘭克人這邊是沒有繼續進攻 因為對方有投石車了 那必須對方轉一台投石車的話 也會讓內加稍微 開梯系的時間稍微慢一點 生地龍時間時代也會慢一些些 那這樣法蘭克的用意就到了 他不一定要整個打進去了 只要稍微給對方有點壓力 做出防守動作 他這裡就可以趕快轉 然後法蘭克的城堡很便宜嘛 趕快插家 插在家裡做防守也可以的 OK 那法蘭克這邊的戰術 執行得非常好 這個是誰啊 哇靠ACCM啊 難怪啊 他的想法是非常OK的 因為你們仔細看喔 法蘭克並沒有投資太多的 東西在這裡 他只造了三台工程器 沖車還有投石車跟 新奇兵喔 其實並不多 他的投資量是非常少的 但是又可以讓對手 去過度反應喔 這個 欸你要進攻喔 那我可能會大圍 好的 浪費一堆村民喔 去這邊防守 但其實ACCM並不是要這個時間喔 就強攻了 好 那灰色 孟加拉人的奴兵震得過來了 但道特早就已經準備好騎兵應對 但這邊騎兵應對 稍微有點難打 因為調度人的騎兵沒有跟蹤技術 所以工兵單位有點適不太到 好 但最後還是用了很多的騎士 直接上前硬砍 砍掉了一些 好 搞定了 好 道特這邊開始要來救隊友了 補下修道院 馬救 孟加拉人 這裡石頭開始挖 我們把一根城堡拆在這吧 孟加拉人這邊開始回踩 踩礦地 這裡要補一個TC 好 看一下正面這裡 這邊城堡 亞美尼亞人補了一個在這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有人進攻 結果你花了很多隻眼在防守 這個就是有點防守的過度反應 好 其實不太應該 去大規模的防守 但對方這個投石車數量 確實也是有點壓力在的 但亞美尼亞人要防守這邊打法 最直觀的方式就是用三綠 四七五就俗思想 當然插一根城堡出來的話 也是比較便捷的方式 但城堡是沒有辦法涵蓋到所有的區域的 如果蓋這個高地的話 不然就是要蓋中間這個位置 好 投石車稍微反擊 對方有三台 可以是一換二嗎 好 這裡沒有打算要挑戰ACCM的投石車 好 後面補了一個攻陣七製造所 待會這裡可以再補個TC 把這個分框給補 上面趕快挖10牆 OK 那這樣的防守方式也不會太虧 而且還可以藉由這根城堡去點下帝王時代 亞美尼亞人經濟有點爆炸 可以看到目前木頭有1000多 農田撒的還不夠多啊 這裡松田應該只要撒才對 結果他這邊過於防守 有點太忙碌了 沒有辦法去很好控好自己的經濟 好 圍巾人這時候大動作了 轉出了圍巾狂戰士 低調的四級 狂戰士來應對一下這邊的工兵單位 好 硬家家裡狀況開始好轉 4TC開農 好 內家的條盾騎士團也快要成型 這裡圍巾狂戰士想要回頭 這個回頭可以嗎 這裡是這個 大石牆 這個圍巾人可能要打到頭破血了 後面還有頭死車在等著 好 這裡有一隻輕騎兵丟了進來 好 巨型頭死機開始加起來了 伊索布亞這邊還是要打 奴炮 頭死車 不是奴炮 這個頭死車 跟奴兵 強奴啊 還有這個頭死車火炮 還有巨頭會比較適合 利用他的牛力彈射器 大規模進攻會比較好 那這邊可能還是要轉出擊兵啦 去防守一下法蘭克的遊俠 192遊俠還是有點 殺傷力的 那如果法蘭克打直撫兵 這又是洗上加血 這個怎麼是中國人 ACCN是法蘭克 中國來幫忙插城堡 好像奇怪 這個ACCN哪 怎麼變中國了 中國這邊還有 中國連弩 這邊看一下 頭死車 要預判一下嗎 騎士 沒有預判成功 直接被貼上 這裡我已經狂戰士量很少 好 孟加阿倫的奴兵 應該有點是白給 條盾騎士過來 抗招響能力非常優秀 一隻騎士都沒有被招響掉 好 這邊要來開路了 道德這邊有想法 直接穿你的墓區 那我已經狂戰士數量 又開始堆疊起來了 我已經狂戰士的移動速度很快 1.15 比一般的步兵還要再快一點點 好 流利彈射器好像已經準備好了 開始進攻法蘭克的城牆 左邊法蘭克人也補了跟城堡在左邊 稍微擋一下 避免被對方直接入侵進來 當個消破壞的概念 好 這邊道德想要去蓋出新的 欸 這裡要過去 結果被砸掉 想要再補一個 但沒有辦法 被衝進來 頭死者直接砸到後方的狂戰士 但只有一兩隻倒地 好 這邊鐘頭要來砸一下 有酋長科技的 維京狂戰士打贏遊俠 並不是太大的問題 問題是數量不夠多 維京狂戰士這邊打得有點誤開 但最後還是被遊俠的鐵質血量流失 擊退了回去 哇 數量不夠 沒關係 這邊步兵的優點就是 價格便宜 製造速度很快啊 跟你的遊俠耗得起 那你的遊俠可以撐過這麼多次的步兵大軍嗎 好 這邊正面球長維京狂戰士 扛下了一切 打爆了 橋盾騎士 橋盾的遊俠搞得有點 無手是從 哎呀 不太好打 要不要轉個橋盾騎士呢 打個橋盾騎士的話 對決維京狂戰士 並不是一個太差的決定 但是就是很缺黃金啊 那道德這邊要趕快跑貿易了 這裡要趕快跑個四級 遊俠再繼續出下去 待會就會缺金 一缺金 跑貿易就很困難了 如果現在要省黃金的話 按幾隻橋盾騎士出來 是一個不錯的方案 好 下方一手臂壓 強弩開始突入進去 這邊強弩攻擊速度破壞 而且火炮打後面的中火連毒傷害非常高 好 左邊這個城堡也要被擊毀了 好 192遊俠已經成型 想要從後面這個洞鑽過來 直接把存槍全部滴掉 這邊這個包角要來吃了看一下 192遊俠能不能收掉所有的火炮呢 看起來是可以 一手臂壓這邊轉級兵輸入太慢了 完全沒有提防啊 哎呀 沒有轉級兵這只是一大問題 不過有擊兵的話這些工程器就能手下了 剛才這位紫色玩家 ACCM還是很懂 他打這麼多工程器跟強弩 應該 步兵很少 好 這邊道特的 喬盾騎士團 再次出發 大戰鬼精狂戰士 鬼精狂戰士正面直接死成了一片 後面的孟加拉的強弩打得有點在抓癢 他是不是忘記點化學 化學還在研發 想說傷害怎麼這麼癢 打不痛 那這種情況應該是要打相公比較好 原孟加拉人的相公呢 有三項之力 抗招降和外增傷 而且還有攻速加成 所以孟加拉人打相公還是比較好的 打強弩沒有特色 而且很容易被投射一次砸光 所以孟加拉人這邊 最好是趕快轉兵喔 好 危機狂戰士 再次正面對決 條盾騎士團 好 這邊投射車砸得還不錯 直接把所有的危機狂戰士砸到殘血 剩下殘血的 嗚 這一大拖全部砸光 倒特的投射車控制得實在太好了 瞬間收桿 好 這邊遊俠要再次擋住正面 但是沒有主動進攻 好 內加的亞美尼亞人 自己轉出了槍兵 開始來防守遊俠的進攻 好 結果左邊留了一個洞進來 少量的中國聯儼 開始進攻了正面貿易路線 目前 CCM應該是想要從左邊打 右邊他的兵全部都在這裡 直接一個避戰 往左邊打 反正左邊現在有洞 好 這邊再來一次 條盾騎士團 再次登場 投射車砸一發 哇 危機狂戰士倒了一大堆 危機能打得相當小心 這一波村民是要去挖石頭嗎 怎麼全部往前撞了 危機狂戰士繼續往前補 38隻數量 巨型投射機已經開始攻城 遊俠第一時間上來 對著巨型投射機一陣爆砍 風家人後方的僧侶 開始在招翔 但是沒有招到後方投射機 好 但是重頭直接被狂戰士給拆掉了 這邊的狂戰士很努力想要擋住 橋盾騎士團 這個騎士團就讓你剩一點點 後面的強奴加上危機狂戰士 順利擋下 但是城堡卻被拆除了 回到下方 下方戰線的話 這邊也是強奴對決 當然這一次有槍兵在了 打遊俠應該是戳戳有餘 而且攻擊速度很快喔 李索比亞三台火砲 後面輸出非常開心 左邊這個路線有點危險 192遊俠已經衝了進來 橋盾騎士團在這邊應戰 道特直接守兩邊 防守亞美尼亞 然後又在上面打起大戰來了 但是由於兵分為二的關係 所以暫時沒有辦法從上面集結大量的遊俠 現在只能靠硬架的槍隊長 看能不能撐住場面喔 但是硬架現在沒有三攻 戳這個圍巾皇戰士戳的有點 不是這麼的有效率 而且現在數量也不太過 這邊再次逼退的對手 那亞美尼亞中間這個位置有點尷尬 開始有受到一些騷擾囉 這邊遊俠已經衝了過來 好 正面也開始有漏洞 現在AC線只要把遊俠全部噴在這個位置 裡面這裡的遊俠死光 就可以往正面進攻 從左邊防往正面喔 讓正面的軍力變成最大化 讓左邊直接退守也可以喔 並不用一直強攻這個位置 好 這邊槍兵開始回首喔 看來是要放棄左邊這個位置 進攻正面了 好 看一下這邊 這邊圍巾皇戰士還在跟對方僵持當中 沒有想到圍巾人這麼能扛啊 數量這麼多 好 現在應該是五根城堡 再量產我們已經狂戰士 好 這邊開始射擊 好 繼續投資機架了起來 好 這裡再繼續往前塗路 好 後面強弩開始 輸出了 就輸出環境 好 下方的遊俠 這邊被擋住了 毒口啊 這裡建築學建得不錯 暫時入侵不進來 現在說一手VR打得有點極限 亞美尼亞蘭這邊轉出的是 複合弓箭手 複合弓箭手 打中午連弩 其實有點劣勢啊 最近人家的傷害 比較高 自己就穿甲效果 好 正面的遊俠 再次過來了 遊俠繼續往前推進 同時車會招翔嗎 砸了一發砸掉 但是後方的孟加拉的僧侶還在招 好 這裡拉了幾隻遊俠 去解決掉了生旅 但是正面由於遊俠數量太少 直接被突入了出來 OK 這邊趕快再繼續補遊俠 道德這邊的黃金數量有點極限 只剩下50幾塊黃金 好 正面的遊俠 唉唷 原來道德的遊俠有一隊在這裡啊 哇 道德真的是 四季帝國公道北啊 到處都要勸架一下 這裡戰場我全包了 上面尾腰打 中間尾腰打 右邊尾腰打 三線進攻 差點沒錯 這就是道德 好 硬家這邊只有槍隊長的關係 現在打起來有點吃力啊 要不要轉一下投石手呢 轉個十字投石手 在後面打一下圍巾狂戰士 效率其實還蠻不錯的 那他可能是顧慮到道德這邊有重型投石機的關係 所以沒有打算要輸投石手 好 道德利用自己的 條盾騎士團 大戰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直接被條盾騎士給壓在地上摩擦 好 但ACCN這邊還是努力爆出遊俠 希望可以靠著中國連弩射掉條盾騎士團 好 孟加阿倫果然轉出了相公 不轉相公的話本身不對勁 還不是精銳的 好 這邊直接正面開打 後方的僧侶一直著想有點麻煩 槍弩開始繼續輸出 好 左邊有少量的圍巾狂戰士 被城堡吸引過去 直接手撕城堡 正面圍巾狂戰士好像又要打贏了 哇 狂戰士好像很有料 繼續往前推 OK 收乾 收乾 再收乾 哇 看起來 又打輸了 道德這邊也是兩頭焦頭爛的 右邊不幫忙又會被反推 雖然能推得進去 但是右邊的隊友突進能力不是那麼的好 中間這裡有點被打串的關係 貿易路線會有點危險 道德可能還是要去分點兵去中間地方防守 但上面的路線如果 不幫忙防下好像又會出事 真的要抵頭死氣了嗎 好啦 這個會被招響掉 欸 取消了 取消了 取消了招響 好 遊俠過來解一下 好 這邊看一下 這邊槍兵 繼續往回推 但是小奴沒有在後方跟進 只用了槍兵去打中午連弩 好 我已經狂戰士這邊數量又再次補了一個大量 55隻 量大就是美 對 我已經狂戰士身上看到了 這個感覺了 好 第9的遊俠 這邊再次衝鋒 想要試圖拿下伊索碧亞的弓兵隊 但弓兵隊一直拿不下來 左邊的狀況也不太樂觀 道德在中間防守 還有亞敏尼亞人也是 道德這邊有在中間防守嗎 這裡有少量的遊俠 好 道德這邊的黃金樹 也只剩兩百多塊 遊俠再次上前 沒有轉桃盾騎士 看還是扛不住 那不轉圍堅狂戰士 不轉桃盾騎士的話 也可以轉劍兵勇士喔 其實也是能打的 但是現在目前 道德要轉出兵來的話 會有這個空裝旗 這空裝旗 一旦被擴大喔 更難打了 我已經這邊繼續用自己的大量 圍堅狂戰士 加上追擊頭死機 進行攻城 硬家這邊 黃金有點缺乏的關係 所以造不太出 太多的槍隊長 但現在槍隊長 也會被相公給射歪 看起來有點難打了 這邊轉圖頭石頭 想要阻止 圍堅狂戰士 但頭石頭的每一顆石頭 都打在了相公的身上啊 好 上方的硬家直接爆開 右邊法蘭克人 加上中國的聯軍 中法聯軍 直接推進了 一所不要的領地 左邊的戰況 也不是很樂觀 法蘭克人 這邊繼續往前推 亞美尼亞人 死守 法蘭克有點 身心疲憊 沒有辦法正常的推進 或防守 危機人這邊 已經要殺到大奧特加了 大奧特加這邊有什麼 對應方式啊 補下更多的馬舟 還有工程器製造所 但是貿易依舊只有21台貿易車隊 其實黃金量並不是非常穩定 但這邊還是要繼續按一下貿易車隊 不然到會還是會斷金 這邊就看看 隊友能不能幫忙多拖一點時間 讓自己有這個跑起爆炎的可能性 中間的亞美尼亞人 這邊槍兵繼續往前壓 也沒有太多黃金了 能打的東西就是槍兵了 那ACCN遊俠這邊數量非常多 貿易數量已經來到了65台貿易車隊了 所以法蘭克人可以遠遠不絕的抱遊俠 就是這個原因 遊俠一直抱一直爽啊 讓對手完全沒有招架得住 這一坨遊俠的攻勢 好 那我們這邊看到 道德他們已經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孟加二人 維京中國法蘭克人 拿下比賽勝利 最終道德是出了232之類的遊俠 ACCN是出了227之 但是黃金數量是天差地遠 道德的黃金數只剩下800 那ACCN這裡黃金還有22 但是跑黃金的人有69個人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話 最後是由條隊的道德拿下比賽勝利 那這樣不愧是道德的經濟流 還是比較厲害的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